Hello, 大家好, 我是 Mr. Emanso 今天會為大家講解 HKDSE Practice Paper Mathematics Core Paper 2 Session 8 Question 13 這份 paper 其實可以在以下的連結考評局的網站內找到 不用錢的 OK, 請留意畫面上高的訊息 如果你是不明白小弟為什麼會做一些出影片 或者如何正確地使用此影片的話 請你做的影片看清楚我的訊息 如果你有滾瓜爛熟, 當然可以跟我繼續下來 再看題目, 第13條其實是說variation 它說出了 Z分別和X和Y2是正的 一個是direct, 另一個是indirect的variation 它要求我們找回constant 那我就讓了k1和k2成為constant 不, 你設定了一個equation 只有k1的constant 待會我們看一部最尾你就知道了 OK, 很明顯我們要把k1寫作一個主項 subject 那寫完之後你會發現 嘩, 這條multiple choice 四個答案都不像這個 那我的想法就在這裏 我們只要將k1寫成一個倒數 那就是x over y2 z times z 那這個其實1 over k1 其實是另一個constant OK, 那這個k2就是我們真正要找個constant 那這條數我還是做到最後的時候 一看答案沒有, 才知道原來它想考我們 到底, 當k1是等於那三個variance的product 或者result 那k1可不可以成為 k1是一個constant, 是一個dummy variable 那如果反過來可以嗎 反過來, 1 over k1仍然是一個constant 我們稱之為k2 好, 這條非常之短了 多謝大家, 再見, 拜拜! 多謝大家, 再見 嗯